好,同学大家好 OK,好,老师现在要开另外一个窗户了 玩另外一个东西 OK,好,我们前面都在算什么蛋白质的大小啦 什么N基酸密码使用啦 OK,还蛮学术的,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稍微有一点跟应用沾一点边啦 我们去探讨 透过基因体呢,去探讨说细菌里面有哪些蛋白质是会分泌出来的 细菌分泌出哪些东西出来 因为这些分泌的东西很有价值 OK,好,所以研究分泌这件事情叫做Secretton 英文,Secretton 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分泌蛋白质主 或者叫做分泌主 分泌蛋白质体 Secretton OK,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细菌,对不对 我们的细菌 我们细菌的染色体啊 对不对 染色体里面有几千个基因啊 几千个基因呢 我们透过注解系统啊 有NCBI的注解,有Rex的注解,有KEGG注解,XNOG注解,KO注解等等的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就是有不同的注解法去解释我这面里面几千个基因的功能是什么,对不对 好,功能是什么,好,然后呢还有一种专一性的注解,好,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CADSINE 专门针对这个基因里面是碳水化合物的,跟碳水化合物分解有关的 好,我只注解跟碳水化合物有关的,专门的注解系统 好,那我们之后还会用到一个注解系统 就是注解什么,peptidase 生态 生态酶 会分解生态的,其实就是蛋白酶啦 好,这个蛋白酶,蛋白质的,蛋白酶,会分解蛋白质生态的这个,专门的注解系统 对不对,好,所以这几千个基因太复杂啦 好,那我们只注解,专门去注解,好 分解碳水化合物,或者是分解蛋白质的,的酵素,好,这个,这个东西对不对 所以你会缩小,就买几千个,注解完可能只加几百个 对不对,好,那我们回到现实状况 一个细菌,对不对,它的食物在外面 细菌没有嘴巴的 所以如果这个食物是一个聚分子 聚合物,聚分子,对不对 它吃不下去啊,它必须要扩散进来 小分子才能扩散进去 所以这个巨大的分子,细菌一定会分泌一些酵素到细胞外面 然后这个酵素呢,会去攻击,分解这些巨型分子 这些巨型分子被分解完之后,这个小分子再扩散进去 它才能得到食物,对不对 所以细菌生活在环境里头,它一定会分泌这些酵素 去分解东西 然后它获得营养的来源,对不对 那这些酵素就很有用处了 对我们人类来讲,就有商业应用的价值 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些很好的酵素 就有应用性了 比如说会分解碳水化合物 对不对,木质素纤维素 几丁子的分解酵素 或者是蛋白酶 对不对,这些酵素 而且这些酵素呢,你只要培养细菌 它就分泌到细胞外 所以你收集上氢液就可以去存化这个酵素 对不对 如果酵素在细胞里面就麻烦了 你要把细菌打破 细菌又很难打破 有细胞壁,对不对 你要把细菌打破才能得到这个酵素 这个是胞内酵素 就比较麻烦 它分泌到胞外 我只要离心把细菌去除掉 上氢液就是蛋白质 就轻松很多 对不对 所以很多工业上的使用的酵素都是找这些分泌型的酵素 分泌型的酵素 好,所以呢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探讨 用基因预测的方式 对不对 OK 那什么东西会被分泌出去啊 细菌有几千个基因呢 它会做几千个蛋白质 对不对 这些蛋白质只有少数的蛋白质会变成酵素 然后会被分泌出去 对不对 所以有专门的资料库去注解 分泌讯号 这几千个基因的蛋白质 有哪些具有分泌的这个signal讯号 然后它会被分泌出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叠加起来 我们要的是分泌出去的酵素 如果分泌出去的不是酵素 那我也不要啊 对不对 比如说它分泌出去是为了要做它的边毛 那个我就不要 做它的鲜毛 那个我也不要 对不对 或者是分泌出去呢 变成它的这个运输系统 那个我也不要 所以就是说 我们透过这三个系统的叠加 我能够集合起来 找到分泌出去的酵素 这个细菌有哪些 是可以被分泌出去的酵素的基因 然后它分泌了哪些酵素出去 这个酵素呢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探讨 我有没有办法去证实它 真的有这个酵素存在 对不对 它我可不可以很简单的 就是透过培养上清液 就可以得到这些酵素 去测试它的应用性 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分泌系统的这个 我们要研究 透过基因注解来去研究这个分泌的酵素 酵 大概是玩这个东西了 希望你听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来说文解释一下 这是维基百科 Cycreton 它的意思是什么 Cycreton就是说它是一种protein 这个protein被表现出去之后 它会被分泌到细胞外 细菌 不是细菌 反正是细胞 细胞表现出来在这个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会被分泌到胞外去 这些被分泌出去的这些蛋白质 就是Cycreton 对不对 它里面就举了一个人的例子 人类的例子 它说人类大概有13%到20%的 所有蛋白质里面的13%到20%的蛋白质 会被分泌到细胞外 所以还蛮多的 对不对 细胞里面的13%到20%的蛋白质会分泌出去 这些分泌出去的蛋白质干嘛用 第一个是细胞基数 Cytocan 分泌出去的基数 荷蒙 对不对 细胞的荷蒙 生长因子 荷蒙 对不对 还有一些就是构组细胞外的这个metric 变成细胞外面的这个堆叠的这个 的这个网状结构 就是网状纤维组织 胶原蛋白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还有一些什么调控因子 这些东西 还有接受器都会跑到细胞外面去 对不对 所以这些会跑到细胞外面去的就是Cytocan 那怎么研究呢 就是你把细胞培养培养嘛 然后收集培养液 对不对 那个培养液就是有分泌出去的东西 那你用化学的方法就是用Mars 植谱仪啊 对不对 用Mars植谱仪去分析到底什么蛋白质被分泌出去 好 所以这个是研究Cytocan 真实实验的方法 我把细胞培养了 组织器官培养对不对 培养细胞然后收集上青液 然后把它浓缩浓缩完去打Mars 打MarsMars 对不对 或者是MatiTof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蛋白质被分泌出去 这是真实实验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In Silicone的实验 电脑模拟的预测实验 对不对 我从基因体去预测 哪些蛋白质可能被分泌出去 然后这些被分泌出去的蛋白质 有没有利用的价值 好 所以这个是用这个电脑 用细的这个方式来模拟 做的这个Cytocan的这个 研究了 好 那我们研究的是细菌嘛 人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细菌的分泌系统 好 所以你要先了解一下 细菌的分泌系统 学术上的东西 好 细菌的这个Secretion System 分泌系统 这是维基百科 他说呢 细菌的分泌系统呢 首先分成两个不同的过程 第一种过程就是一部分泌 第二种过程两部分泌 两部分泌 one step跟two step 为什么呢 因为是格兰氏阳性跟格兰氏阴性的关系 好 你只要出了细胞膜之后 在外面还有一层外膜 在外面还有一层外膜 对不对 一个东西分泌出去 一个东西你要分泌出去 你会经过第一层油脂 然后经过网状结构 你还要经过第二层油脂 才会出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步 one step 这个是two step 他的意思是这样 two step one step跟two step 大概可以这样解释 一步就分泌出去了 还是我要先穿过一层 再穿过第二层 再分泌出去 所以它下面就是养 阳性菌跟阴性菌 阴性菌跟阳性菌 好 所以这个是一部分泌跟两部分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图 这个图 好 这个图我老师把它剪下来 是格兰氏阳性菌 这个是格兰氏阳性菌 这个是格兰氏阴性菌 这个是细胞膜 它这个是细胞壁 它这个是细胞膜 细胞壁在这里 很薄 这里是它的细胞壁 毕竟细胞壁很薄 但是还有一层外膜 对不对 这个只有一层膜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穿过这一层 就出去了 这个要穿过一层 再穿过第二层 才会出去 所以这个是two step 这个是one step 然后简单的来说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要复杂一点 我们前面之前有稍微讨论过 细菌的分泌系统大概有十种 分泌系统 什么type 1到type 9 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系统 总共有十种分泌系统 所以超复杂的 所以老师把它稍微 把它简单化一下 好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听 细菌要把东西分泌出去 分泌出去 首先呢 我们把东西分泌出去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export pathway export呢 就是输出 对不对 把它输出 运输输出 的这个passway 步骤 另外一个就是secreasing system 分泌系统 这两个有点不一样 一个是输出的这个passway 好 输出的passway呢 又很复杂 它又分成第一种 叫做sec system 第二种 叫做type system 两个系统 输出又分成sec 跟type 两个系统 好 那下面很复杂 我们就不要去理它 好 就是说 有一个就是输出系统 输出系统 其实只是 第一层的 one step 讲的就是one step 先先经过第一层再说 好 那分泌系统主要是two step 它要经过两层 好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好 好 所以我们看图来讲 这样会比较清楚 好 这是kegg的图啊 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图 来来来 kegg的图 ok kegg的图它画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层就是内膜 细胞膜 这层是细胞膜 这层是外膜 细菌的 阴性菌的外膜 out membrane 这是inner membrane 那中间的就是细胞壁 好 中间就是细胞壁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expo system就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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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来看哦 假设这个蛋白质 要分泌出去 它走的就是第一种走法 就是走这里 或者是走这里 出去第一层膜 对不对 好 所以它有第一个运输系统 就是SEC system SEC 走这里出去 或者是走这个TAT T-A-T 走这里出去 好 这样子叫做expo passway 走这样子出去 好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系统的话 对不对 ok 有这个系统的话 好 那你就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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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注解的彩图里头 你这个地方就会亮出颜色出来 好 你在那个passway里头 你就会看到这个 SEC 跟TAT 好 这个地方 你有这些基因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颜色 好 这个就是讲expo system 好 这样理解了 好 第一个就是 先过第一层 先过第一层 好 先跑出去第一层再说 对不对 这个叫做expo system 好 再来 刚才讲的是这个 对不对 专过第一层的expo system 阳性菌 阴性菌都有的啦 好 OK 好 那再来就是secreting system 要穿过第二层啦 第二层总共有九种 就是什么type几 就是什么type几 type几 type几 总共有type九种 首先呢 分类 type3 3 type4 4 跟type6 是一组 346一组 为什么346一组呢 因为346呢 长得像打针 注射针 像注射针 好 这个系统长得很像注射针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图来看 好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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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3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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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边是它的注射针 它穿过第一层第二层 有没有 第一层膜 第二层膜 然后有个注射针 注射针可以注射到hose cell 宿主细胞 这个是宿主细胞的细胞膜 所以呢 我可以伸出针筒 穿过宿主细胞的细胞膜 然后把东西呢 从这个洞 送出去 直接打针 给宿主细胞打针 宿主细胞就完蛋了 就中毒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像注射针 像3 好 再来就是这个 4 一样 这个东西分泌出去 然后它像注射针一样 会穿过宿主的这个细胞膜 然后把东西打进去 让你中毒啊 啊 再来就是6 好 所以3 4 6呢 是一组的哦 要记得 3 4 6 它们都是注射针 分泌的东西可以透过这个注射针 穿过第一层膜 第二层膜 然后穿过宿主的细胞膜 直接打进去 宿主细胞 所以宿主细胞就会受到伤害 好 所以你再回来 好 所以分泌系统呢 我们先把3 4 6 这一组 看作一组注射针型的 好 它们都会注射一些毒性的物质 毒性的蛋白质到宿主 体内 好 所以这个都是注射毒性的东西啊 毒性的东西 然后有致病性的东西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细菌如果有3 4 6的话 好 那它呢 可能就跟宿主细胞会发生关系 它可以透过它体内的分泌蛋白 分泌 直接分泌到宿主的细胞里面 然后呢 去控制这个宿主 好 所以呢 这个分泌系统跟这个不一样嘛 这个只是穿过第一层嘛 这个要穿过第一层第二层 还有第三层 好 所以3 4 6是一组的 好 好 3 4 6一组完之后 我们再加东西哦 来 再来就是1 1 好 好 分泌系统1 可以分泌一些离子 一些Ion 一些离子 阳离子 阴离子 离子型的 带电荷的这个分子 分泌一些碳水化合物 分泌药物 分泌蛋白质 好 他为什么会分泌药物 就是我们 人类用药物嘛 对不对 药物 药物会扩散进去啊 对细菌有毒啊 细菌怎么办 把它吐出去啊 所以他可以透过分泌系统1 把你 弄进来的药物 然后把它吐出去 对 好 OK 排毒 分泌系统1 我们先学分泌系统1 所以这是另外一组了 分泌系统1 来我们看图看图 这个地方 分泌系统1在这里 第一层膜 第二层膜 你要分泌的东西就透过这里 就把你放出去到细胞外了 放出细胞外 但是呢 它不会像打针一样 它没有这个注射针 没有这个注射针 没有这个注射针 它只是把东西分泌出去 OK 这样理解 这个是第一型 好 再来添加 第一型完了之后 再来我们要认识第二型跟第五型 然后第二型跟第五型的分泌呢 必须要借助我们刚才学的 SEC跟TED 的帮助 所以第二型跟第五型是一组 所以这个是一组 3,4,6一组 1是一组 然后25是一组 25要把东西分泌出去的时候 要经过SEC或者TED的这个帮 所以我们看图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来换一个颜色 一个东西要分泌出去 对不对 2在这里 5在这里 5还有分不同的5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要分泌出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没动 它没有动 所以不能这样进去 有没有 它不能从这里进去 我们这边擦掉 让它干净一点 让它比较清楚 哎呦呦呦呦 不要乱跑 来来来 所以一个东西要分泌出去的时候 它要先借助这个 SEC或者是TED 好 所以穿过了第一层之后呢 对不对 然后从这里再进去 然后跑出去 有没有 从这里进去之后 从这里过来 再跑出去 从这里进去 然后经过这里 出去 有没有 好 所以2跟5 需要 TED 或者是SEC的帮忙 它才能透过这个系统 把东西分泌出去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刚才分类的第4 这个是里 第4 好 第4呢也可以经过SEC 从这里出去 所以4呢可以有两个地方出去 一个直接从细胞里面 从这个洞洞就出去了 另外可以透过SEC 这样子出去 好 所以我们回去看看 刚才有老师做的这个 解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乱了 稍微干净一点 拆了 拆了太慢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2号跟5号一组 这里 这里 2号跟5号一组 我的底 换个颜色 来 2号跟5号是一组的 2号5号要从这个2号5号出去的时候 你需要SEC 或者是TED的帮忙 那其中其中这条线连过了 6号也有一个分叉 它有一个听 可以透过SEC 的帮助呢 从6号出去 好 所以大概就是分成这三组 打针了 打针了 OK 然后不是打针的 不是打针呢 不需要透过这个SEC跟TED 这是1号 要SEC、TED帮忙的是2号跟5号 好 这样理解了 好 那还有呢 不是9个分泌系统吗 其中呢 这个7号 7号 7号 不是很清楚 有这个系统 阳性菌好像也有这个系统 但是不是很清楚 8号 这个分泌系统也很少见 有 但是不是很清楚 好 再来就是9号咯 好 9号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9号呢 跟我们做的有关系 因为我们家做了一大堆flable 好 所以9号常常出现在Bacteroid 就是FCBC 分类群 好 flable就是属于这一群 所以如果你是做flable的话 你就会有9号分泌系统 好 9号分泌系统 好 所以呢 首先我们 要做的事情 是要先了解自己的细菌 来来来 图啊 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细菌 这个图啊 糟糕被我画好画 好 一张比较不花 这张比较不花 来 对不对 好 我把我的细菌放到KGG注集 KGG就可以很完全的告诉我 我有哪些分泌系统 对不对 好 所以先要了解 说我的细菌我要研究分泌嘛 好 好 那我要去了解说我的细菌是用哪些分泌系统 好 我没有通过第一层的这个SAC系统 有没有TAT系统 好 然后有没有这种 第二种方式的分泌系统 Secret system 对不对 这个是Export system Export system 然后这个是Secret system 对不对 如果我有Secret system 我是D级型的 好 如果你有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有颜色 好 所以就是把菌 把它丢到KGG注解之后呢 你就要去得到这张图 这张图就很重要 它可以帮你解释说 我细菌 的分泌系统具有哪些 然后跟你要比较的菌 你一样去做KGG注解 然后你就会得到图 你就知道说我的菌 跟我附近的这些邻居 我们的分泌系统有没有差别 好 最后最后应该要叠图 对不对 我共有什么系统 然后我独特有什么系统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不是说 叫雨泽去研究 KGG代谢图 怎么去叠色 这件事情 有没有 好 就是 我们可以玩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就麻烦了 我就用小画家 然后什么透明度 叠色 叠色以后 徐老师说很不清楚啊 所以可不可以找原版的图 然后我可以 在上面上色 然后可以存成比较清楚的这个图 好 所以呢 今天这个影片呢 差不多半小时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 我们要研究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会分泌出去嘛 我来找个白色的地方 我来找个白色的地方 好 我们 我的细菌的分泌 系统 整个分泌系统 整个分泌系统 什么东西 我是sec的 tat的 还是tss 是哪一个type的 对不对 我要先分泌 我要把东西分泌 我要先了解我的分泌系统是什么 去整理 注解这个东西 去做比较 好 这个就是各位的作业了 各位的作业 我研究内脂菌 我的附近邻居 我的分泌系统到底是啥东西 对不对 这个作业做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还是要去做 什么东西被分泌出去了 去研究 什么东西被分泌到细胞外面 哪一种酵素 所以这个影片到这里结束了